大家好,我是Tobi 这个疫情在德国开始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才留言给我 请德国人戴口罩 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不戴口罩 我也不是模式师 我不会这样 就让所有的德国人戴上口罩 但是今天有一个大消息 德国终于强制 要求戴口罩了 恭喜恭喜 但是他们戴的口罩可能是这样 或是这样 还是这样 诶,这是真的吗 你们肯定会问 这是口罩 对,应该这样说 从今天开始 德国强制戴口罩 但是这个口罩并不是医学口罩 反正只要它能挡住你的鼻子和嘴 就可以 所以自己可以缝一个口罩 它可以是这样 围巾 还可以这样 微博 于是乎 最近德国有一个口罩时尚 所有的人开始自己缝口罩 大家都想做 街上那个最亮的家儿 有各种颜色 各种图案 你们看 有广场 有各种各样 缝口罩的tutorials 有人用吸尘器里面那个布袋子做过滤 有人用厨房纸做过滤 有人专门买过滤纸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还有本地的采访也开始了做口罩 上面有脸 有动物 有嘴巴 很多很多的漂亮的布料 而且现在在火车站有这种自动零售机 这儿都可以随时买口罩 一个要五块钱 但是 没有那么漂亮 如果外面你不戴口罩 会有罚款吗 要不要罚款 每个州都要自己决定 在巴伐利亚 如果你才超市 不戴口罩 会收到一百五十欧元的罚款 如果你是一个商店的老板 你的员工不戴口罩 你可能会收到五千欧的罚款 你们觉得 现在在德国多少钱可以买到一口罩 我们看看Amazon上 50个要18欧元 不是很贵 但是质量 看起来 不是很好 哎宝贝 我喜欢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呵呵 买不买 这要四块钱 便宜便宜 你们看 如果在EberKlernstein 买一个很好的口罩 这要四块钱 用完了 就可以洗一洗 重复使用 这个很德国的 之前很多中国的朋友们问我 为什么中国的口罩 这么难运到德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不一样的问题 在欧盟 有它一个自己的标准 就像超市里卖的黄瓜 它必须是十厘米长 它必须长这个样子 但是不是说 每一个黄瓜 都能长成这样 有些黄瓜 短一点 还是样子不一样 就不能送到超市里卖 但是这个黄瓜 并不是不好吃的 我觉得口罩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 但是最近 欧洲开放了 口罩进口 上个星期 还有一千万个口罩 从中国送到德国 德国有了 抹局 我相信 我们的情况 会越来越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 我是Tobi Hey Toby Bye Bye 拜拜